菊子喬 哈娜 今天來到電台宣傳新歌 她說今次的新歌充滿正能量 而對於正能量 哈娜都有自己一套的看法 我是面向正能量 我是追尋正能量 我也希望正能量 可以包圍著大家 但我覺得人一定要有釋放的時候 不是一定要我每次都很開心 很正能量 我覺得都要平衡 很簡單 我哭一下就可以了 之後不開心 或者有些什麼 我覺得不要屈住屈住 有時候不是說你哭 就是一種不好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種抒發情緒的方法 我是最簡單的 是我很喜歡寫信給自己 我覺得自己看回之後 其實我發現 那個問題 可能你當初覺得 你今天覺得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但是當你一段短的時間 看回其實真的是買些什麼 所以我經常覺得 永遠不要把不開心放到這麼大 事實上 事實上把開心放大一點 人真的會開心很多 剛剛過完33歲生日 Hana說 有家放 和朋友吃飯就很滿足 這麼容易滿足 你不是說要看極光的嗎 我忘記了 你為什麼不提我 我錯了 下年再去這個月 也是的 這個 也挺終極的夢想 那下年再去這個月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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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